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六的凌晨,卡塔爾世界盃小組賽 第三輪同時展開兩場比賽 身處G組的塞爾維亞和瑞士 將在拉斯亞布亞邦德體育館一決高下 塞爾維亞今仗必須取勝才有出線的機會 但他們的實力並不足以拿下瑞士 而且前者的後防線漏洞百出 前兩場就失了五球之多 由此可見,塞爾維亞今仗出現全軍壓上 被瑞士擊穿防線的情況並不意外 塞爾維亞在世外賽表現出色 他們在小組賽最後一輪 憑藉著主力前鋒阿力山達米杜域保時的階段入球 最終二比一戰勝實力強大的葡萄牙 以小組第一直接晉級世界杯決賽州值得稱讚 但當大家對他們有更多期待時 塞爾維亞卻掉了鏈子 小組賽前兩輪只錄得一和一負的劣跡 雖然進攻相對有保證 但主席D士道高域的用人還是受到一定質疑 阿力山達米杜域的狀態不佳 但仍能在場上 這麼貴在早期發揮出色的杜申華河域兩場小組賽 只得到可憐20分鐘的出場時間 而在防守上 塞爾維亞則更加令人失望 他們前兩場失了五球之多 但今將生死戰面對瑞士 塞爾維亞已經不能顧球這麼多 球隊能做到的就是全力進攻 希望盡可能多地取得入球 對比塞爾維亞必勝不可的境地 就算瑞士上場不敵巴西 但瑞士的處境竟要相對輕鬆得多 瑞士首輪連對小組最弱的赫密龍 奔藉著比列安波路的一戰定戈山 瑞士取得了寶貴的三分 上場面對巴西 雖然最後拜下真理 但瑞士的整體防守同樣相當嚴謹 輸球的原因是幾隊的陣容心動比不上巴西 到了比賽後段體力有明顯的下滑 被對手拿著機會破門得分 輸球實實無可內可 到了小組最後一戰對戰賽爾維亞 瑞士只要不輸 他們出線的機會都不低 畢竟赫密龍要戰勝巴西難過登天 由此可見 瑞士今鋪的策略很有可能是打防守反擊 比列安波路、路賓華加斯和梭頓沙基利 這些有技術和有出道的攻擊手 就要把握好每次反擊的機會 另外瑞士上屆世界盃就和塞爾維亞一組 瑞士當時就取得勝利 今次再次教授 各方面佔據優勢的瑞士依然值得提高一時 多謝收聽 記得按讚和分享我們的影片